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必了 尊主此刻 内力大损 还是尽快调戏为好 本尊真气损伤 你怎么知道的 只是 手下方才悠悠醒来 觉得尊主的气息大不如从前 气息凝滞 所以才斗胆猜测 你说的没错 本尊需要几个时辰调节真气 你自闭学道 顾婉 你还是自闭学道吧 顾婉 你望恩负义 请 二位爷 掌柜的 您见过这么俊美的公子吗 瞧您说的 像您二位这么俊美的公子 起码得来一对量身定做的玉佩 方能彰显贵旗呀 我怎么就跟他相提并论了 还有 我为什么要跟他一对玉佩 你 您二位举止这么亲密 想必定是金兰之交 当然得赔上段了 是吧 我 我 掌柜的 您再想想 哪有这么美的男人 他和我七十女 哦 原来是 既然是夫妻 那不更得一对了 掌柜的 你在胡说什么呀 既然如此 听你的 咱不买了 那怎么行 那我不就白跟你一起 想不到吧 上官秋月 在千月洞叛乱 你们胆子也够大的 顾安 你不是说先重伤上官秋月的吗 怕什么 上官秋月再厉害 现在她的功力也只有三四成 况且我刚才的暗器可能还伤了她 我们这么多人 还怕敌不过她 你忘记刚刚是谁救你的性命了 这是她咎由自取 不过今天幸好有你在 想不到这上官秋月聪明一世 居然会听你这个蠢女人的话乖乖上钩 我果然没错 压对了宝 这个是副孤主的令牌 你们认识的 人死如灯灭 副罗都死了 还管她什么狗屁令牌 你 你 属下来迟 请尊主恕罪 你来的时机可真准 属下昨天打伤了她 本以为她暂时不会有什么动作 没想到她居然利用这伤势 错了就是错了 别解释 小颜 你自己看 你带她忠心耿耿 她拿你当什么 你住口 休得对尊主无礼 好 你既然喜欢尊主 那我就当上尊主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上官秋月的手段你们不知道吗 你觉得她还会放过你们吗 你们都别傻了 顾婉现在自顾不暇 哪能给你们什么好处 你们别被她利用了 最后连性命都不保 我告诉你们 上官秋月现在虽然是真技受损 但对付你们还是绰绰有余的 与此事无关的人现在立马退下 兴许他还能饶你们一命 你们全都得死 你 封才 你是故意装作你真气不济 好引我们出来是不是 不然你以为呢 难道本尊还要留着你们这些随时会叛乱的人 上官秋月 我们传奇谷的兄弟一片美意投奔你 你却是以颜色 削了我们手中实权不说 还击押了我们这么多兄弟 你简直是欺人太甚 既然归顺了千月洞哪还有什么传奇谷 如果不是把他们也关在地牢 今天来的就不止你们几个 我猜是顾丸允诺你们 事成之后你们管传奇谷 他来管千月洞 其实此事都是顾丸挑唆 我们 你 我还以为你们能成什么大事 不过现在向他求饶也好 顶多就是废了你的武功 剁了你的腿 习武之人 废了武功跟死有什么区别 想让他放过我们 做梦吧 即使他说会放过我们 你们还信吗 给我上 叶 去了 voc 的 青 的 秦 呀 你 야 啊 呱 假许 啊 、 находится 但是 legislative 子 , 手 眼 啊 手 想不到我小瞧你了 眼儿做的 穷客莫追 你把这里打扫好 本尊要花几个时辰来调息真情 你守着 任何人不得进入 是 小春花 咱们走吧 二位客官吃点什么 来 佛跳墙 黄门鱼翅 万福肉 京城烤鸭 石锦鸡 清炖甲鱼 八仙蘑菇汤 你们这招牌菜 通通都给我上上来 好嘞 二位稍等啊 冷姑娘 这么多菜 你吃得晚了 谁告诉你我要胡吃海塞的 石不宴京 快不宴戏 点到为止 方得真味 冷公子 你还记得长生果拍卖大会 那两根可以控制傀儡的银针吗 你要不说我都忘了 那银针怎么了 我之前在他们的后脑 发现那两根可以控制傀儡的银针 是吗 那两根银针 是医圣的独门案器 可以操控刚刚死而复生的尸体 小二 走 跟上 客官 有何吩咐 加一壶酒 好嘞 冷公子啊 咱们的账还没结呢 干吗着急走啊 走去 秦公子腰缠万贯 怎么连一顿饭都舍不得 当然不是 钱财乃身外之物 这就对了 钱财乃身外之物 所以啊 我现在囊中空空 你 这可不是你的做法 我身上带的钱啊 全都用来买玉佩了 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呀 冷姑娘想下管子 我怎么好意思推托呀 我付 一共是三十七两六千 你得够吗 这么多 你之前点过这些菜 所有的价格 我都烂熟于心了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我看你今天兴致这么好 又不想给你泼冷水 所以该怎么办 收招 使不得 你我都是体面之人 小二 你吃过霸王餐没有 小二 你吃过霸王餐没有 小二 客官 汤里面怎么有只苍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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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不可能啊 客官 这 客官 要不再给您换一份 有些人 今天真卑鄙 有些人 今天也同流合污了吧 我们还是先干正事吧 嗯 你没事吧 你不是说要去调戏真妾吗 上我求严 上我求严 你怎么了 啊 受伤了 上我求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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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上我求严 你怎么那么凉啊 比之前还要病 上我求严 你说句话啊你都是 叫哥哥 走 我扶你去床上 上我求严 封 beast 你去床上我求严 你真的语练 上我求严 我求严 上我求严 咱们这趟也算有收获啊 冷姑娘 秦公子 采采 你们总算回来了 还顺利吗 还好 只是没有冷姑娘的陪伴 有点不太习惯 是啊 我也后悔得要死 当初怎么就跟潜流风一块去了呢 秦兄 长生果一世 可有什么眉目 咱们进屋说吧 好 小心 孤晚不会追过来吧 不会 从里面把门关上 外面就打不开 你还好吗 小春花现在更容易杀我了 你以为我不敢吗 我妹妹是好人 不过你也可以选择 拿着令牌走 孤晚知道你受伤了 她还在那儿呢 我怎么走啊 我会安排燕燕护送你走 孤晚不会伤她 这地牢太黑了 我不敢走 小春花不但怕死 还怕黑啊 你现在还有力气来嘲笑我 你明知道顾晚是设下圈套 故意让你耗费真气的 那你是笨啊 引他们出来很容易的 为什么要输入真气啊 因为 小春花想让我救她 你怎么这么病啊 真气凡事 真气凡事 是因为救我吗 小春花害得哥哥这么惨 是不是应该补偿一下哥哥 你说 你想让我做什么 蔡英补养 胡扯 没骗你 小春花愿不愿意救哥哥 我 不行 我 还不服我去冰谷 采集天地阴寒之气 小春花以为是什么 这条暗道迟走就是了 你耍我 你耍我的 哥哥不耍你 哥哥只轻薄你 小春花回来 我真的走了 我真的走了 不 上了丘院 上了丘院 醒醒 上了丘院 我就知道 小春花不会丢下哥哥不管 你除了捉弄我 你还有什么好得意的 你现在生成这样 身边也没有一个信得过的人 有 我还有你 我和冷姑娘放出了口信 没想到真的钓上了一条大雨 怎么说 在酒楼 我们当众讲出了迎针之事 结果前脚刚出酒楼 后面就有人来灭口 不过幸好我们早有防备 那人并未得逞 我还将其制服 但情急之下 那人对我用了失明伞 还有这个 又是燕针 对 在他险些把我弄下之前 我从他的袖骨上拽落 后来我们打听到 在酒楼试探的人 名为李渔 是医生的弟子 献居八仙府 我去追查了一下李渔的身世 他原先是个赌徒 被追债的人打得奄奄一息的时候 是八仙府的人救了他 长生国之前下落不明 医生的案子又迟迟未解 如今想来 真是盘根错节 千头万许 看来 看来 必须要再去一趟 医生被害的现场 小春花 我们到了 小心 把我放在这儿了 这儿怎么这么冷啊 这儿是冰谷 我并不喜欢这个地方 我被关在这儿十几年 只有历代洞主才知道这个地方 只有洞主能来 我不是浅月洞的人 你又不是第一个 还有谁啊 上完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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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线 对 先追线 先追线 炼 κ 先追线 下连篦主要是将其存在 再帮我 下来 下来 有什么愿望跟哥哥说 哥哥帮你实行 你不是说过 会实现我的愿望吗 求求你 求求你 快让自己醒过来 求求你 你醒了 怎么样 哥哥听到了 小春花的愿望 哥哥决定满足你 小春花的愿望 小春花的新衣服可真好看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说这个 你以为我会死 你能不能别说了 小生而已 我自己就能疗愈 你还不快运功疗伤 真气凡事 我现在不能运功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小春花别担心 过几天就好了 过几天 在这怎么待几天啊 你冷吗 我不怕了 我不怕了 妹妹对我可真好 我才没有对您好呢 我只是怕你死在我面前 这什么都没有 你不怕被饿死啊 可这儿最安全 你要是 那儿 不想待在这儿 冰谷口有一条密道 从哪儿出去就可以了 啊 你想吃什么呀 只要是 只要是小春花弄呢 都可以 这儿 这里还真是平静啊 我们贸然闯进去 不太好吧 怕什么 奉明山庄统一武林 现在来调查一胜之死 也是名正言顺 是吧 少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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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 相公 你能不能把刀拿开 我害怕 春花 行 是不是 帅 你能不能把刀拿走 北冰谷 春花姑娘 都与长生国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如果能借此机会 把谜题解开 那你和春花姑娘的误会 应该会言消云散的 岂我去者 昨日之日不可留 我现在更愿意去珍惜的 是你们 尤其是你 我现在更愿意去珍惜了 我现在更愿意去珍惜了